順便說 差點有兩個人要搜索 第一 這個月拿BNO的朋友 不要太心急去問我 你要記住 我們昨天說過 過往每個月做百多個BNO application 現在上個月做了幾萬個 收了幾萬個 你要人多快 你每天就來催我 老實說 他本身都說六個禮拜 我們每天跟你跟進 那個人就是我 我特別有些什麼我去找你們的 你們不用特別催我 但有兩個人我發覺 我是聯絡不了的 都是你做的 電話錯了 第一個 大家留意 昨天我電話給他 電話錯了 叫他打給我 他沒有打 因為很多人不查電話 對不起 如果這一節節目 我只是說一次 你聽不到 我只能這麼說 你遺憾 就成為我申請了四五千個BNO 可能是第一個得不到批准 他叫馮秀嫻 或者馮秀嫻女士 我照片 馮秀嫻女士 如果你聽到 我有一個呼籲的 請叫66982429 馮秀嫻女士 如果你在9月7號 8號 經過林康政 和你申請過BNO的話 請叫66982429 另外 有一個男生 我真的找不到他的記錄 我不知道他的電腦是否定了 這個男生 是曾經和他父母 一起上來我們studio補充資料 甚至乎 他錯賣入我的電腦裏 電腦裏 鎖了我的電郵帳 鎖了他的電郵帳 鎖了他的電郵帳 去回答問題 我現在是急速地希望 和你會面 打電話 打電話就可以了 這個男生是父母 跟他一起上來 他錯過我的電腦桌 其實只有一個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是他 我希望他父母聽到 那個男生我認得他的樣子 反而我忘記他的名字 所以不能回答問題 因為問題來來去 就要我回答他的名字 Anyway 希望大家留意 至於大家很心急 經過昨天之後 今天仍然有幾個電話問 就是說 我不見了那半BNO很久 或者 我過了那期很久 有沒有申請 我屌你了好嗎 首先我昨天已經教大家 我不用一個智商 因為智商大家差不多 每一個人都差不多 教大家一個 比較有邏輯的推論辦法 但是你們倆又不聽 又是要聽我說錯話 屌人才聽 今天再問這麼蠢的問題 於是那兩個太太 甚至被我屌人 用我的策略 我覺得他們倆是幾慘的 你本PASSPORT 如果還在這裏 又或者還未過期 那為何你要申請呢 你申請就是因為 你不見到那本PASSPORT 或者過了那期 如果你的PNO 是2027年才過期 你現在申請來 爛爛嗎 為什麼你要問到 今天有這麼蠢的問題 過了期很久 那你當然是 過了兩陣子 不過期申請來做什麼 昨天都說完 今天都仍然是這樣問 不是因為我真的很久 有多久 有多久 4758年 屌你了 屌你了 這麼笨 屌你了 屌你了 為什麼要申請BNO 我打算移民 你打算申請到BNO移民 我屌你了 我申請BNO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只不過 是告訴別人 我真的是香港人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國安年 他說可以轉BNO移民 我們很期望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但是我是香港人 這個是最重要的 如果想著 這些都沒用 那很多人會這樣想 不要申請 不要搞到我們現在的EPIC人 申請都要等那麼久 好嗎 好嗎